为什么要有ABCD这几个栏? 基本上这几个栏可以分别放哪些? 如果A栏的话,可以把A栏放到这里来 B栏的话就放这些成绩,国文的成绩放在哪里?放在B栏里面 然后英文的话放这些,数学放这些 所以这个就A,B,C,D 上面的栏位名称要把它分开处理 为什么?因为如果知道你把栏位名称放进去的话 那成绩里面有栏位名称,那不就会有出错?没办法记出来 所以也就是要先避开第一列 这个第一列的话基本上就零 也是从E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些 然后做什么?分别把这几个放在A E一直到最后放B,放C,放D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需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就是先把成绩列印出来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第一个呢 特别是要先避开标题名称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先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print这个东西,把它分开来处理 所以将来先列印这个,再来的话列印这个 可是问题是要这个怎么列印?我刚刚讲过 基本上的话,如果我要列印这个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其实就底下这两行 for i in range 那特别处理哦 in range的话,这个是零 那这个是E,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我因为上面要避开的 它主要就是因为分别处理 我要放资料的话,其实上面这个不要放,所以把它分开 ok,然后从1的位置 1的位置就是这,其实就是第二列的资料 到最下面这一个,帮我分别怎么样?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另外有个strip strip这个不加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来print它,比如我把这个i放进来 然后它分别就是先列印什么? 你会发现就先列印这一个 所以这个列印出来的话,就是上面的这个 那底下的话就分别把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一列一列的资料把它print 那因为呢,这里面的资料 会有多一个反斜线N就换行 所以会造成什么?多换 多换行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print那个en 有个方法 你可以en 等于没有 这个是一个方法 意思是要把print这个本身的换行拿掉 这样也ok 再多一个,这个把它 读解掉 ok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那如果你说老师 那可是我不是要针对print这个换行拿掉 我是希望把这个串列里面的换行拿掉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加一个点什么? 点strip strip的话呢,你可以在里面呢 跟他讲说,请你帮我把那个什么呢? 开头里面呢,只要有什么? 只要有换行的这个符号呢 就帮我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要用什么 换行,这样也可以 这样我们上面部分就ok了 可是呢,目前的话 只有把资料print了 但是我下面要做计算 那我要怎么计算呢? 特别是要 就必须怎么样 分别把ABCDE的资料分别分开来 那怎么分开来呢? 特别是要关键的地方在底下这里 我们就是先怎么样呢? 先把 这个前面我们有教过 先把这个串列里面 这个串列里面 假设这个I等于E的话 那里面有一个叫.strip strip是意思什么? 就是有点像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帮我剖开来 剖开来的话分别帮我把什么? 刘晓华 80 85 75 分别分开来 放在哪里呢? 放在List2里面 所以List2里面 他就变成一个装刮壶 里面就放了4个资料 所以我就把第一个资料放哪里呢? 放在A里面 所以后面的话 A 放进去的话还记得吧 Append 放到里面去 然后帮我把哪一个呢? 帮我把第0个 这个是0 把刘晓华放到这个第一个位置 然后呢 帮我把这个第2个 放在哪里呢? 放在B里面 这国文 英文 数学 分别放进去 但是呢 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你会发现底下 我多做一些是什么int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用strip strip 我们讲过嘛 他如果切割完之后的话 他会是自串 所以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你这样要做计算会发生错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先把它转型 再放到B 放到C 放到D D底下的话 D因为数学最后会有个换行 所以我顺便把那个换行拿掉 否则的话 如果将来再做这样 可能会出现问题 OK 所以A B C D 就把它分开 放成什么 总共会有4个串列 好 那最后的话会多一个分格符号 这个自己再加一下 只是说呢 我想知道说 最后结果 OK 你可以吧 print 什么? print A 有没有 然后再加什么? print B 好 假设 print B 再print C 好 假设我分别把这些 串列里面的东西呢 分别把它print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假设我上面这个print 我就 一样 OK 那你会发现 print出来的话 A里面就这个 B C D OK 有没有 那你把它放到串列里面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计算 怎么计算呢? 底下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 希望 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先把它注意一下 一个换行了 OK 所以这个已经有了 底下的话就是 国文 假设我要算什么 国文总分的话 怎么算 特别追哦 print 国文总分 特别追哦 冒号 后面的话呢 我习惯就给它什么 一个大瓜糊 那里面是放个整数啊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这个 这个国文的总分 他就帮我用整数好了 OK 然后呢 空一格 OK 平均 冒号 那如果说我今天放个资料的话 还记得吧 我用大瓜糊 后面配个什么 format 然后如果我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就冒号 点2f给他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记得怎么样 你就加上什么 点什么呢 点format 还记得吧 那因为前面会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你必须把计算的结果呢 把它放过来 那你要计算什么呢 就是把什么 因为国文成绩在b嘛 所以我就怎么用sum就可以了 瓜糊 把b放进来 这样子第一个就OK了 总分就帮我算完 而且呢 取到整数就好了 总分不要小数点 OK 然后呢 豆点第二个的话呢 平均 那平均怎么算呢 其实是什么 把总分 除以什么呢 除以里面有几个人 的乘积 那你可以用len 瓜糊 算一下a里面有几个 不不跟上 应该b b里面有几个 好b里面有几个成绩 有没有 一除之后的话 那就是国文的 这个平均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放在format 资料 算完之后 丢到这边来 平均算完 丢到这边来 然后把它print出去 这个就国文成绩了 OK 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知心 那这里有错误 错在哪里呢 等一下 看一下 最常出现错误的应该是 后瓜糊 有没有 这个风 这个是format的瓜糊 这个有没有 是print的瓜糊 我少少一个瓜糊 然后常常出现这种语法错误 OK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还有一个 这个冒号d 冒号d 要打一下 执行一下 那就帮我把 总分print 其他的话 当然你可以 把国文算出来之后的话 英文跟数学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分别怎么样 再把上面国文总分复制下来 改一下 改成c 改成d 这样的话 执行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国文的 英文数学 OK 应该可以看懂 我在讲的 因为之前这边 主要 可能 跟之前讲过的 比较重要就是sprit sprit切不完之后 记得 过来东西一定是 串 一定是一个字串 OK 所以一定要int 这个蛮常 容易忽略的 那另外最后 可以用strip把它去掉 然后另外利用format 把它做格式化 画面先返给各位试一下 OK 这个程式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 你一下子还是 对这些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的参考答案 但是建议 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 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 以后你要做相关资料处理 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还是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 那这个感觉 如果用e-sale来做 好像非常简单 那为什么还要用pyser 那道理很简单 因为 如果你用e-sale 第一个 当然第一个e-sale是需要花钱的 OK 所以你要额外买这个软体 第二个的话就是 你讲说老师那每一台电脑都e-sale 第二个就是说 e-sale 里面的话 你在处理 是用滑鼠跟箭 就用人工来做 所以如果你假设很多资料是重复的话 因为你要重复一直做 一直做 OK 包含就贿赌资料的话 你可能要复制贴 复制贴 但是用python的话 他就回圈就跑完了 那计算的话也是自动化 所以程式的话当然相对 会相对的会比较有效率 不过所要付出代价就是你要了解 这些资料怎么互相的 就是把它转换 转换再做计算做输出 这部分请各位再试试看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做完之后的结果 把报表输出成一个档案 也许你可以write 变成一个csv档 别人也可以把它打开来 谢谢